B股复食 经常说,B股是自然发生的,勉强的都是不好的,这些出危险的都是功课没做到位,勉强的去死撑着不吃饭。当我遇到这种死撑着,坚持着不吃饭的人,我都劝他赶快复食,别折腾了。这根本不叫B股,这样很危险。 02B股复食吃什么?同学问,我B股后正常吃饭,没有喝粥,可以吗?有必要喝小米粥吗?心里也变化了好多好多,没有抱怨,学会感恩了。村长答,你完全可以直接吃饭,米饭,炒菜,麻辣的火锅都可以,只要不暴饮暴食就行。 还有一个,吃什么不重要,不一定要喝小米粥啊。有的人附食的时候想喝小米粥,那挺好。但是你想吃别的,正常吃饭也挺好。最重要的是你后面这句,心里也变化了好多好多,没有抱怨了,学会感恩了,你有这样的心态,吃什么都可以。反过来,有的人 B股了多少天? B股了多少天? 复食的时候,严格的按照先喝小米粥,米汤多少天,然后过度倒稀饭,然后过度倒素食,那都根本不靠谱。 如果心里对这个世界没有感恩,仍然是对周围的人,周围的是充满了抱怨,那就不叫壁股,和真正的壁股相去甚远。 03副食后,暴饮暴食怎么办? 同学问,我从小就有个坏毛病,暴饮暴食,再加壁股两次了,每次都是五六天结束。 壁股后暴饮暴食的毛病加重,肚子不饿,就是大脑里想吃东西,我这毛病怎么克服? 村长答,关于暴饮暴食,讲过不止一次了,你看你说的这几句话,就是你问,我这个毛病怎么克服呢? 你知道你为什么暴饮暴食吗?就是你这样的说话方式,就是你这样,我从小有个坏毛病,暴饮暴食不是毛病,更不是坏毛病,也不需要克服。 是因为你认为它是个坏毛病,你总想着要克服它,然后就出现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,你总是在压迫自己,总是在约束自己。 你以为你能控制自己的食欲,你控制不住的。不要再说自己有这个坏毛病,好吗?世间本无病,庸人自扰之,好好做功课,不要在这。 养虾折腾,老老实实做功课,该吃饭的时候就好好吃饭。你为什么脑子里满是这些吃的东西?因为你总是逼着自己不吃,强迫自己不吃。勉强的都是不好的,就是说的这个。在饮食方面勉强,就会出现你这样的情况。 搞它。 静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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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静 静命 静命